这是一个忙碌的清晨 有关国家堕胎合法化的辩论僵持不下 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的抗议者 和那些保护妇女权益的志愿者 每周三都会在这个街角进行辩论 双方都没有就被达克他州 唯一的堕胎诊所发表观点 但他们都在关注该州唯一的提倡 堕胎合法化的民主党人的连任竞选 海迪·海特坎普支持堕胎已经9个月了 所以我永远不会投票给他 海特坎普可以为卡瓦诺的确认 投出决定性的一票 法力分析人士称 这可能会带来对1973年 最高法院判决堕胎合法化的挑战 这是多数人投票支持 特朗普的保守的农业州 我可以想象海特坎普竞选连任的压力 根据北达克他州的法律 如果最高法院撤销对罗伊索韦德案的裁决 当地的堕胎诊所就要立即关闭 克罗米内克正在努力避免这种可能 我们不想让北达克他州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力比邻州的女性少 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 坚持不懈地强调这一问题 让选民知道他们需要为此发声 海特坎普说 他必须考虑卡瓦诺有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他可能会在移民 隐私权以及堕胎权等问题上 成为决定性的一票 这个法官并不会告诉我 他将如何投票 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他都不会 但我们必须适当地审查这个人 但他的共和党对手说 堕胎问题对于北达克他州的选民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他决定参加竞选 最高法院的决定 使得北达克他州成为整个国家的聚焦点 也让许多北达克他人 重新审视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在法格 选民们在2016年大选中 更喜欢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 但州里的多数人投票支持特朗普 这些人希望海特坎普知道 任命反堕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是选举的关键问题 在海特坎普办公室前 集会的志愿者们 敦促他投票支持卡瓦诺 我们还派人到北达克他州各地 哀门 哀户地敲门 告诉他们参议员海特坎普 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北达克他州共和党人认为 这些选民会影响到海特坎普 对最高法院候选人的投票决定 即使他们在11月 可能并不会投票支持他 作为一个极其保守的州的民主党人 他已经认识到了 人们对渗透在生活中的基督教价值观的广泛支持 现实是当你返回诊所时 就连志愿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海迪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的 也是能帮助我们前进的最佳选择 关于国家前进的争论依旧非常激烈 吉普森 美国之音被达克他州 法科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